有些人會問我在滑雪機學滑雪 四至至長歲 然後先做結論 我覺得我比較推薦 我們下面四點的人在滑雪機這邊 第一點就 先大家討厭一下小臉 如果你是空手來 全部都用這邊的話 整套參考就是這樣 我的改變是什麼 給大家看看我第一堂上滑雪機的樣子一直摔 這邊呢就是我這次上完課的成果 嗨大家好我是利歐 我的頻道主要是分享自己滑雪的相關體驗 然後今天呢 跟大家介紹一個平常在下班之後 就可以輕鬆到達 然後來練習滑雪 提升自己技巧的地方 也就是特別CTC城市滑雪學校 我是去年年初開始 在新竹的小丁丹滑雪上 學滑雪 練習滑雪的 一直從零基礎 逐步慢慢的練到繪華 一直形的轉彎 上一個學季開始 我就直接去了日本跟韓國滑了幾趟 雖然玩得很開心也很享受 但是在一些比較高等級的學道上 或是一些比較複雜的學面 就常常沒辦法滑得很順暢 甚至會經常摔 這讓我發現我自己其實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特別是一些基礎不夠扎實 甚至有些壞習慣 覺得畢竟每次出國滑雪的成本都很高 所以我想要在下一個學季開始之前 在台灣先好好的練習 精進自己 所以我選了有滑雪機的這裡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跟大家推薦一下 我自己蠻喜歡的教練 我覺得還蠻中的基本功 很在意戲劇 那我們問一下 我們現在要請 一般的地勢還會怎麼介紹什麼 對 我們很麻煩介紹 OK 那我們就一面一起吧 好 那我們這邊是我們的裝備槍 最主要是要讓學生知道說 去學廠他要準備什麼 學廠的一切是做得到 再來是我們上課會是在機台上 基本上都是可以應付在整體上 再來這邊我們學廠兩種板類 都是有教當板跟雙板 三到五歲的小朋友都有屬於他的板子 室內因為場地空間的寬間 還有機器組織相對比較大 所以我們都會挑比較靈活的板子 大概會在鼠鼓上下屬的樣子 學廠的話我們會再教大一點點 可能會到下巴鼻子之類 如果是有提供廁所 換衣服都可以在那邊換 我們雙板的鞋子跟當板的鞋子 學廠都設計穿鞋比較方便 如果是學單板的話 我們這邊估計的三種的款式都有 就是傳統式的綁鞋帶 還有那種快拉筍 還有波瓦的套品 我們都會教 因為畢竟學廠 你租借的時候 不一定會教你怎麼去穿 那環境基本上就是大概這樣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說說 有關裝備與服裝的部分 這邊的課程其實都已經包含 裝備租借的費用 有三所謂的三大件 學板固定系 學鞋 雙板的話 也是板子跟固定系 一樣那邊下面的鞋鞋 資金推薦如果有想認真 練和滑雪的朋友 先可以買適合自己的鞋鞋 挑對真的舒服很多 對話心理的感受也幫助它 像這個 我自己買的鞋鞋 一樣還有包含護具的部分 護具的話 從頭到腳有安全帽 護腕 護膝 這邊沒有護照 覺得這東西有沒有需要 是見人見識 因為相對其他都會摔入機率 真的會比較小一點 服裝的部分 雖然說這邊只是室內的運動場所 就是穿得好活動好運動的 像這樣就可以 但是我建議大家自己要買一雙 專業的滑雪襪 像Snowball長褲要到膝蓋一下 下半身的話 盡量穿短褲 或是有彈性的內打褲 因為我們 學鞋的內層 只能有襪子 不能有像這樣 所以你要好拉起來 去穿你的學鞋 然後像我這樣鞋子 褲肘 安全帽 雖然是自己帶的 可是它的費用 就不會折任何費用 如果你是空手來 全部都用這邊的話 整套穿好就是這樣啦 好 再來是 我今天想要講的重點 就是這台滑雪機 它其實有點像 大型跑步機的感覺 然後可以調 坡度 速度 去模擬 你真的在雪上滑雪的感覺 像現在差不多已經在雨線左右 掉在高其實還可以 這個機器可以到明顯的 30隻 超多 所以它速度是 總盤 速度的話 一般來說我們都有教練這邊 螢幕盤這邊是可以超速的 那一般來說 我們一開始給學生的速度 大概都會在 一或是 就是以師數來說 大概會是 這個速度左右 等學生很失意的時候 就會在往往往提升 那部分這個速度 又對學生來說也算 有一定的難決 對 像如果本身教練在 像這樣教練功能就很高 對 所以它可以 跳到高了 像我自己本身在滑 我大概都會滑在這個速度 它其實有一個環節 像我現在上去 就是我在滑行的過程中 就是 就是我可能 那個那個不小心 嗯 它會不停下 這邊就把車上 我們教練就是會在影響 它也有感覺 就是我們來一個打開 就學生它 一開始跟它上去 我就一開始一開始 讓它一年闖出去 還有一個剛剛可以去 但畢竟這個還 不是真學 它的表面 其實有點像那種 人工造品 然後有一些機台 是有點像 金針谷 對 它的摩擦力 都會比 一般人真學來得到 你看到它的寬度 也蠻窄的 就是是有限的 然後綜合我剛剛以上講的原因 不管你之前 學到的程度是如何 第一次來 華爾街這邊學的話 你要 可以接受 從零開始去練習 去習慣華爾街的感覺 因為你如果沒有這個 心理建設的話 剛開始真的會蠻挫折的 你會覺得 真的滑過雪 真的學過滑雪 再來我們談談關於 課程的價位 我在這邊上的課程類型是屬於私人班 我跟另外一位朋友一起上課 一次購買食堂 這樣平均下來的花費是 每人每小時1500元 教練費場地 裝備費都包了 我覺得價格很合理 如果預算許可 我是比較推薦 來上私人班 畢竟機台空間已經蠻有限的 個人認為 兩個人一起上課 練習空間和休息時間的分配上 都是比較合適的 另外的話還有團體班的課程 與自主練習租用場地的兩種方式 細節我會用列表的方式打在畫面上 有需要的自己暫停截圖喔 這邊透過鏡子 你可以看到團體班四個小孩子 一起上課的狀況 大概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聊聊 我從第一次上滑雪機 到現在是第14次上課 我的改變是什麼 但在給你看我的改變之前 我想給大家看看 雖然我在上滑雪機前 已經可以滑成這樣 這是我上個雪機 在韓國滑雪的畫面 但給大家看看 我第一堂上滑雪機的樣子 正面 背面 直線下滑沒有問題 Z字形左右滑也沒問題 但進到Z字形轉換時 我就非常的不習慣 壞習慣也被放大很多 所以就一直摔 一直摔 一直摔 那時候前期堂 心裡真的蠻挫折的 因為進度真的很慢 這邊呢 就是我這次上完課的成果 已經可以在滑雪機上 做到Z形延續轉彎 明顯已經順暢很多了 也學到我自己在這裡的短期目標 就是如何在有限的空間內 降低姿態並縮小彎形 這種方式有助於未來 在更陡更複雜的波上轉彎 如黑線 真的很期待我這個學技 在日韓學堂上的進步 關於我在這邊上課 目前學到所有的分解動作 一步一步依序示範 可以去看Z字形 我會放在右上角 或是說明欄裡 雖然有名詞與動作 忘記的話 你可以照著複習 有些人會問我在滑雪機學滑雪 失之自長睡 然後值不值得 然後先說結論 我覺得不是自長睡可以來 我後面會總結幾個優缺點 然後大家自己列入考量 首先是這裡真的很方便 就是對我們這些忙於上班 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出國的人 只是在下班的時間 休假的時間也可以來練習 清清自己的滑雪 喔對 這邊停車的話比較特別一點 我有拍一支Shorts 在右上角或是眼前裡面 大家可以再去看 然後其次滑雪機 因為它是像跑步機那樣 它是連續運轉的 它效率超高的 就是你可以充分的利用 每一分鐘在這邊上課時間 練習跟學習 主要是可以省去 比如說在小鈴鐺 你要自己爬坡的時間 或是在國外學場 坐纜車的時間 甚至有人有一種算法是說 在滑雪機上面一個小時 大概是在外面 滑三個小時的成果 前面有提到滑雪機 它的表面材質 摩擦力會比真學大很多 而且它那個板子 陷下去的深度 也沒有像真學這麼厚 這麼深 如果你做錯一點 或是有一些壞習慣 就會讓你的滑行非常不順暢 甚至很容易摔 因此這裡會讓你放大 檢視自己的問題 然後去對症下藥快速去改善 其實後面提到的這兩個優點 相對的其實它也是個缺點 因為摩擦力比較大的關係 如果你是個肌力比較不足 或是體力比較不好的人 其實我自己覺得在你熟練之前 抓到絕套之前 你會非常的累 所以要有心理準備 肌肉也會蠻酸的 總結一下 我比較推薦符合下面四點的人 再來滑雪機這邊 第一點就是 你是新手 零基礎開始 或是你是初學子 只是學了一點點就可以來這邊練 我覺得可以一直練到你會換任 或是所謂的S型轉彎之前 都可以有點練 然後第二點就是剛剛提到 你體力要還不錯 第三點是 我覺得你要有時間 堅持來這邊練一陣子 尤其是你如果在外面 已經學到一定個程度 再來滑雪機 就是打掉重練 會蠻挫折的 需要多上級 你才會有成就感 最後第四點就是關於 課程價格的部分 你要可以接受 你是買多堂價格 客人建議啊 學到你會換任務之後 就建議你可以去 增學上面 去國外的學場 去滑 去練習 去適應 對 主要可以放在學 這邊還是可以來 就是在你沒辦法出過時間 滑雪機這邊變成輔助 因為到了這個階段啊 我覺得你只要稍微 吸引一下增學的感覺 就是摩擦力 很快就可以上手 然後你也可以比較好好的 享受學場 我不是一直只是在 比較山腳下 在那邊練習 然後一直在摔跤的 甚至沒辦法去看 整個學場 整個閃的 有時候這樣蠻可惜的 你都已經花了這麼多間速度了 還有一點很重要 是你練會轉彎啊 練會控制速度啊 你比較可以去應付 學場的這種狀況 因為學場有很多 突發狀況 比如說你撒不住車 一直往下跑 很危險 或是別人撒不住車 要來撞 或是你前面突然有人 有速之類的 你要閃 在你學到一定程度 再去之後 我覺得也比較安心 綜合以上 我很推薦大家 來這邊練習學習 然後接下來就準備 進入冬天啦 我在1月2月 也會去日本跟韓國化學 會再跟大家分享 化學肢游型的體驗啊 心得啊 與感想 還有一些功率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或是想分享 一些關於化學機的看法 就是歡迎留言在下面 分享給大家 或是跟我討論 我也會回答大家 如果你還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 我未來的新影片啦 感謝大家 再見 A10後面進級 比較進級的東西 目標會先把這個A10 再練小一點 從大的A 練到小的A 那接下來就會開始 練到比加多的身體板 最主要也是讓自己 習慣在板子身上 以及到開始學到 重心在後的滑法 以及重心在前腳的滑法 最後兩個是替換到 你可以練到可能 Done On Waiting 跟Up On Waiting 的進彎反射 之後 也是有機會練到